当然有很多人在这里面写很感谢 弟兄姐妹说讲得太好了 很感谢对他的帮助很大 那么问题是请问如果孩子在某项运动表现出天赋 而且孩子也很喜欢 可是慢慢要投入很多时间 而且可能其他一些学术上的活动就要舍弃了 请问几位老师有什么样的建议 这很有趣啊 我可以先回答 因为我女儿我大女儿就是从小打篮球打得非常好 然后就一直打上去打到这个高中校队 可是高中校队他们有两队 一队是senior varsity 一队是junior varsity 这个senior varsity 有的时候根本junior学生就可以去打到senior varsity了 OK那是第一队的 第二队就是说你还没那么厉害 你junior只能打junior varsity 到了senior才能打senior varsity 那通常就是坐冷板凳的那种 OK 然后在美国的这个sport team里头 在大概初中的时候你基本上决定了你是要进到那种semi professional team里头 还是要进到这种amateur team里头 那时候我跟我女儿就讲得很清楚 说我们不会靠这个sport去拿奖学金 我们也不需要 我们不会靠sport呢 然后将来去赚钱也不会 所以我们的目标定清楚 就是说你打能够打到哪里就打哪里 但是我们不要进到这种professional team了 OK他这种semi professional team就是每个礼拜要打两三次 每个周末还要到外头去打 OK这种事情我们就不做了 所以我们的界限是划在这里 那只要大家同意就可以 因为通常小孩子会同意的 你只要让他打 然后他在不好的队里头一直打到最好 一直是最好的player他很高兴 对不对 那大学那个高中生也会给他打到校队去的 不一定要进到那种semi professional team 因为美国那个system是为了scholarship 为了省钱 有的是为了将来进sport去赚钱 OK 所以不需要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给你很好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一个弟兄的儿子打篮球打得很高兴 很喜欢 然后他说他要打NBA 那他个子不高 那你做爸爸不能说他要去打NBA 你不给他打嘛对不对 那他爸爸就很有智慧 他说那有一天走我们去看 去看那个篮球 职业篮球Mavory打职业篮球 他带他的儿子就买了一个 这个位置比较好的贵的点的票坐在前头 然后呢中场的时候中间还带他下去 跟这个篮球队员谈一谈 那他儿子才五尺八寸 他看人家七尺的 他儿子看完了回来有时候我不要打NBA了 他自己知道了 所以这个就是要有聚会去处理这样的事情 这是我的建议跟我的经验了 那Elaine 老师有没有留言 是 所以问题说怎么去帮孩子发掘他们的兴趣 其实应该不会很难 因为你看孩子平常从小一直在家里面最喜欢做什么 对对对 有些是喜欢用手这个 Kinaesthetic 要做什么 像Robot 还是Lego 什么东西 有些人去画的 有喜欢去读书的 有些是运动的 是哪一种的运动 所以都让孩子去发掘 给他们机会 去做 去看 去观摩 去经历 这样子他们就可以选择 然后像贾老师说的 选择然后看的时间 然后我的确的 我见了几百个学生 申请Cornel跟Prinston的 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的忙碌 生活很充实 就是讲明老师所说的 他们都排的满满的 可是呢 很多也是基督徒 然后也看到说怎么去分配 这个是一个健康的孩子 这样子真的 他们 我昨天晚上那个讲座时间管理 就是说每个人就是一个瓶子 我们的生命就一个瓶子 我们24个小时就一个瓶子 你要放什么东西 你把重要的事情 大石头都放进去了 你就没有空位放一些 不重要的沙子跟水 浪费时间去玩游戏 还是去做一些坏事 所以帮助孩子 建立这些健康的习惯 兴趣 然后给他们去观摩 然后也去museum 还去哪里的 看不同的游戏 然后让他们去选择 那我想有个要讲很重要的就是 我发现这个父母亲啊 不太喜欢美国文化的好 比较不容易把自己的孩子放到美国的文化里头 这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所以父母亲要不停的 很有 curiosity 要去接触美国的文化 不要说吃中国饭 跟中国朋友讲话 然后看中国报纸 然后看中国的网站 你完全没有知道美国的文化 那你不出去 永远学不到 那你学不到你的孩子就学不到 所以我觉得说父母亲一定要走出去接触美国的文化 那我看到很多这个喜欢走出去 喜欢这个接触美国文化的孩子 他们也是比较能够融入这个社会 也不会被人家看觉得说怪怪的 因为通常中国人就是只要读书好就可以 OK 然后有的时候大学毕业了还被人家笑 很多中国的女孩子都笑中国男孩子说 是妈妈's baby OK妈妈's baby 所以这个都不是很好的情形了 所以放手让他们往前走 放手让他们往前走 然后不要只注意这个academic accomplishment 我跟你举个例子 像我女儿的academic accomplishment是大概前面10%吧 可是因为他是这个sport team的校队 那对他申请学校就差很远了 因为你要做校队不是随便可以做的 要一直坚持一直坚持 那人家喜欢这样的人家说学他能力有 证明他有能力有 可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这个耐力 那可是因为他打了这个校队就知道他有耐力 所以这个加起来其实进到好的学校还是很好 还是有帮助的OK 反正我们下次还会再